那我们还有对什么执着 除了对身体这块肉执着 还有对身外的肉也是执着 吃肉 吃肉的欲望 有时候吃肉呢 它不只是一个欲望 它是一个业障 这位千百年来玩礼庚 冤生四海恨南平 欲知世上刀兵节 但听夜半图门生 战争都从这里来的 那个肉你不吃它还不行 你不吃它 你就会卡身丘嫩 你就全身不舒服 半夜做梦都要吃肉 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我们稻青 生命已经展身直变 已经陷浓在田 不是浅浓勿用 所以稻青 只要愿意吃素 你只要发愿说我愿意吃素 很轻松就可以吃素 这是很特别的地方 轻轻松松就可以吃素 所以我们修行呢 不能只有脱节避难 超生了死是上天给你一个允诺 再来你要怎么样 去恶向善 第一个恶是什么 杀嘛 杀到淫嘛 第一个恶就是杀 杀生吃肉 杀生吃肉 这是第一个恶 这个要断掉 这个说来简单 不容易 我以前在佛教 有很多认识 很多大修行者 经典通达的不得了 可是吃肉的欲望 没办法带 那个是来自浅意识 来自生生世世的业力 那就是要吃没有办法 不吃不舒服 全身不对劲 吃素一段时间以后就开斋 但是我们可以隔这个物啊 这个孔子讲啊 人之大欲有哪两点 饮食男女 人最大的欲望就是两个 第一个是饮食 第二个是男女 那饮食还在排在前面 但是我们道亲啊 只要愿意吃素 你只要发愿说我愿意吃素 很轻松就可以吃素 养心莫大乎寡欲 物欲越淡越好 修行就要修这个 不是说我经典读得多啊 我奉献多啊 我做的事多啊 你没办法轻心寡欲啊 欲望太多 又不能满足 所以就不断地生气 最后头脑就坏掉了 现在很多人年纪轻轻 就帕金森啊 阿滋海默啊 老年痴呆 头脑坏掉了 所以说呢 格物就可以自知 虚则灵啊 虚灵不昧 虚就是我们心中虚了 什么虚呢 就是物欲淡掉了 心灵品质就提升了 心灵品质提升就是灵 所以广大灵感 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能够灵呢 就灵在这里了 灵在他能够虚 虚才能够灵 所以我们修道 首先要面对就是自己的欲望 要面对它 修道修一辈子 为什么不能改变呢 没有对症下腰 我们的病都是病在这里啊 多欲多撑嘛 所有重生的问题都在这里 欲望多的人一定很容易生气 多欲则多撑 多欲多撑呢 就没有灵性了 没有灵性就变成魔鬼了 就往下沉沦了 所以很多人呢 到晚年都是在生气 很多老人家啊 没有修道老人家 到晚年就一天到晚生气 一天到晚在讲 以前谁对我不起 好事都忘记了生要坏事 然后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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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又 闭嘴就失去了 烧坏掉了 就变成愚痴了 这很可怕的哦 这愚痴以后呢 就等于说为下辈子做准备了 做什么啊 畜生道 畜生道又没头脑了 对不对 光知道欲望啊 然后欲望得不到满足就生气啊 对不对 那个狗又抢东西吃啊 吃不到就叫 对不对 这就叫受性化了 人应该要神性化 神性化就是远离物质 离一切相 及一切佛 才可以虚灵不昧 智慧大开 所以这个 以前有人问师母啊 说要怎么样修道才算成功呢 什么样修道就叫失败呢 师母的回答很精简 说越修越快乐 成功 越修越烦恼 失败 人生应该越修越快乐 那一般人会想说 有钱就没烦恼 昨天才有一位新道卿求道啊 他在问说 他弟弟度他来求道 他说我弟弟说 得道以后呢 要认识自己的烦恼 他说那认识自己的烦恼 那不是更烦恼吗 修道会不会越来越烦恼 我说不会啦 我说众生不是没烦恼 众生有烦恼 但是不知道烦恼的原因是什么 这最可怕的 所有人都有烦恼 但你没有智慧 你没有智慧 你不知道烦恼的原因是什么 你以为有钱就没烦恼 你以为住在地堡就没烦恼 你以为开法拉第就没烦恼 这是错误的 要知道烦恼的原因就是贪嗔痴嘛 只要去除贪嗔痴 心灵的本质就是快乐 小孩子生下来都是快乐的 越小越快乐 像我们儿童的时期都很快乐 幼儿时期啊 那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不是追求快乐 你仔细想想看 人生一切的努力都为了追求快乐 那你努力的一辈子有比儿童的时候更快乐吗 没有啊 更烦恼 那就表示怎么样 失败了嘛 对不对 好像投资失败了赔钱了嘛 应该是我投资 然后我的钱越来越多啊 我的快乐越来越多 就表示我投资成功啊 我快乐越来越少 就表示我投资失败了嘛 做了赔本生意啦 小孩子生下来应该是什么 小孩子生下来自得其乐的 自己来就很快乐 心灵的本质就是快乐 他先从自乐 注意哦 生命就是一个快乐的成长过程 先从自乐 呼吸都会快乐 生物足道随便动一动都很快乐 先从自得其乐 再到什么 共乐 跟别的小朋友玩 跟狗啊猫啊玩都很快乐 最后进入什么 极乐 西天虽远秦克道 魂喊藏生不老天 极乐世界 生命的发展过程应该是这样 从自得其乐 到与民同乐 最后进入极乐世界 这是正常的发展 就好像小孩子 生下来都不会动啊 他慢慢会爬 会站 会走 会跑 会跳 他自然成长 快乐应该是 本来是自己快乐 会扩大到 带给很多人快乐 最后呢建立极乐世界 进入极乐世界 人生就是追求快乐的 没有人追求痛苦的 在座有追求痛苦的举手 我看看 没有人 不管你是要当老师 当企业家 当政治家 当这个慈善家 不管你做哪一行哪一业 你的目的都是追求快乐 我告诉大家 我们传道就是传这个东西 先从自得其乐开始 自得其乐 你要恢复你这个能力 不要整天想 我要追求这个 我要追求那个 然后求不得就苦啊 就算求得到 你在追求的过程中 也是痛苦 我们不了解说 你生命的眼前当下 就在无极理天啊 我们对 我们说认识自己 我们对自己不了解 你要认识自己 自己的眼前当下 现在 你的处境是什么 就是圆灵活子 活在 处于无极理天 注意啊 无极理天啊 什么叫无极 无极就是没有极限的 没有极限那又表示 我们就在无极理天啊 无极如果无极理天 如果说在哪一个地方 才是无极理天 那就是有极啊 有极理天啊 无极就表示 无所不在 所以无极理天真如法界 就是你生存的这个世界 你就是处在无极理天 这叫做什么 魂寒长生不老天 渔夫适得还乡道啊 生来死去 现当前 今天我们传道告诉你 还乡之道在哪里 生来死去 现在当前 你从来没有离开过 这条还乡之道 生来死去 你以为你投胎转世啊 事实上都是妄想 统统没有离开 现在当前 现在此时此刻 当前 就是无极理天 就是还乡的大路 关键要怎么样呢 要有观自在 也许 想要 有观自在 运动